独动三层楼透天错凌晨陷入火海 凶凶大火不断燃烧浓烟只传天机 消防赶到立刻布水线灌旧 发现火势太大根本没有办法控制 赶紧呼叫支援 而这起火警也造成一名36岁男性不幸罹难 这起火警就发生在新竹县关西镇 10号早上5点55分 铁皮屋突然起火疑似因为电线老旧走火 加上民宅内堆积大量纸箱 才会导致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现在一部队积杂物火载量大 一名民众受困于三楼 逃生不及遭重物压住无性身亡 无独有儿就在十分钟之后 新竹县又发生另一起似亡火警 有啊 位置不太对 新萌香一间三合院平房全面燃烧 锦销将伤者救出台上担架 立刻进行心肺复苏数 不过还有一名女性受困屋内 还有一个 陆续将两人救出送一急救 不过最后都还是回天法术 推测商者尝试逃生避难 但唯一出入口被猛烈火势阻挡 导致无法顺利逃出 两人因吸入大量农烟而罹难 从外面掃进去到是不是说 因为过天满的油炎炮还是怎么样不深 五六十岁的关性夫妻逃生不急命丧火窟 火掉可以重回现场要找出熄火原因 只是大年初一一连发生两起悲剧 五情大火带走三条人命 让一家人天人有隔 谢谢我们的观众 张家瑜 张家瑜